但這個話一出來 就變得很多人聽了不能接受 至少你會發現他言語 並不算客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涉及到的案子的部分 我們說他的判決被判出來的部分 幾個案子 你看像第一個去嗆自己的員工 去嗆自己的員工是破拔 這個字眼 我請問你會好聽嗎 哪幾個正常的雇主 會去嗆自己的員工是破拔 柯文九位罵人家是狗 所以他們要同臺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是他有被求償三十萬 而且是有判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是他什麼 員工離職的時候不給薪水 結果這件事情 告上法院的時候 法院也是判館長敗訴的 那我請問你罵員工是破拔 然後罵員工離職不給薪水 你會覺得這是個正常的行為嗎 對照公平正義這四個字 你不覺得在這遊戲裡面 哪邊覺得諷刺意味很重 然後再看像這個是他被吳宗憲 因為他罵這個吳宗憲 這個吃什麼這很難聽 那吃什麼這件事情 他被吳宗憲告 一直從二到二省去都是敗訴的 這個判決 另外是他賣T恤被告侵權 因為去侵犯別人的著作權 這件事在一省二省 他也是敗訴的 要賠一百二十萬 另外是他之前在網路上 他預售他自己的表 結果呢 這個有粉絲跟他訂了之後 想說要退 要退他不給他退 結果粉絲就告上法院 館長被判敗訴 被判敗訴之後 你就要退人家了吧 結果館長說對不起 我還是不退 法院都判決敗訴 你還是不退 那我請問你 這個公平正義的標準 到底在哪裡 不是要司法正義嗎 然而是他是認為這個司法沒正義嗎 所以就是說我才說他所講的 他個人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敗訴就沒正義 勝訴就有正義 是這樣子 不是 他都告訴你 我就是雙標了 館長都告訴你 我就是雙標 所以我贏就是正義 我輸就是沒有正義 對啊 這叫雙標 這也是雙標 那我不知道館長是不是這樣想 至少在這裡面 你看這幾個案子裡面 我請問你 這樣跟公平正義 你能夠畫上等號嗎 顯然是有困難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你看剛剛前面在講說 他雙標裡面 我們舉的案子是恩恩的例子 對不對 但其實還有第二個例子 館長很明顯讓你看到雙標 是哪一個例子呢 是講到韓國瑜跟這個侯友宜的例子 因為是在館長直播中發生的 發生什麼事呢 來 他被這個 被他自己的這個上面的那個 進來看他直播的人說 說他雙標 結果呢 館長就直接罵他 然後說當初韓國瑜 被你罵得要死 然後當初韓國瑜上我節目說 說不會落跑會做好做滿 韓侯友宜來我節目有說這個嗎 館長就是用這一段話 去嗆那個嗆他說 那個他雙標的粉絲 結果呢 後面呢 人家那個網友就直接問他 說侯友宜有在我成 那個節目會承諾會做好做滿嗎 然後網友說有啊 還把連結給他看 然後又說是喔 連結在哪裡 結果他說照理說做好做滿 也不是你在講啊 拿證據出來啊 然後最後館長 趕快下一個結論說 好啦很晚了要關播了 今天講得好累拜拜 所以他還沒有回答完 網友問他說 你對侯友宜跟對韓國瑜 是不是雙標 做好做滿這件事情 你總不能雙標了吧 就你罵韓國瑜是因為韓國瑜在你節目有承諾 說他要做好做滿 但他沒有做到 所以你罵韓國瑜 那現在看起來侯友宜也沒有做好做滿 侯友宜第二任才剛連任 就馬上跑去要選總統 那你是不是應該罵罵侯友宜 結果館長看起來 在這個直播裡面呢 他就最後應付的方式是很晚了 要關播了 今天講得好累 拜拜 我請問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是符合所謂的公平正義的原則嗎 公平正義在怎麼樣 你對待人的標準 你評判標準應該要相當要一致吧 可是很顯然 他告訴你他就是雙標 他就是不一致好 那就是雙標就是不一致 那請問跟他要訴求的公平正義遊行 你能夠畫上等號嗎 顯然這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看到七一六的這種遊行 沒有政黨 沒有地主 沒有財團 可是我們看到的領導者 地主 政黨 財團 都在那裡 哇 很多網友在問說 怎麼會變這樣 那為什麼會變這樣 有時候 難道網路的身樣就代表一切嗎 我們要問這個 在這個的時候 那侯友宜仍然有內憂外患 尤其他的所有的內憂外患 來自於國民黨自己 也就是所謂患喉的議題 還是有很多人警告會患喉 其中包括國民黨的立委 鄭立文公開講 黨中央說不能講 他還是要講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相關報導 侯友宜在細卡度的狀況底下 掉到了15% 這個是幾乎是國民黨有史以來 最弱的總統參選人 毫不客氣替自家總統人選 侯友宜貼上市上最弱的標籤 前立委蔡振元持續唱衰 高宏安現象已經很明顯了 國民黨的支持者 為了不讓賴建德當選 所以大量的移過去支持 柯文哲有人準備提案 而且在連署當中 侯友宜的民調 不能夠超過20%的話 要跟其他的候選人 進行比較民調的整合 侯友宜民調低名 喚侯聲浪越來越大 前一天立委鄭立文更公開喊話 現在換還來得及 讓爭取征召失利的郭台銘 嗅到機會 傳出他的目標是希望 723全代會前 把侯友的民調打到換住 房專條款15%以下 因此將在北中南 舉辦三場董事長開獎 並在716走上街頭 支持公平正義救台灣的活動 努力維持聲量 等待國民黨換侯機會 面對獨立參選傳聞 郭台銘發新聞稿否認 強調是不實訊息 一切毫無根據 但國民黨遲遲未整合 基層把矛頭指向黨主席朱立倫 名嘴黃偉翰爆料 黨代表想換侯 也想換掉朱立倫 黨代表都對他不滿的話呢 那他也必須要跟黨代表說清楚 他整個的決策是 為什麼搞到今天搞成這個樣子 本來好好的局面 朱主席不要檢討嘛 規定很清楚 黨主席就是任期四年 這是非常少數人幻想 從換侯吵到拔朱黨魁 國民黨全代會還沒開 黨內早已亂成一團 喂 韋傑 博喚喉傳聞 國民黨拋黨器規定 呼籲黨員要謹言盛行 不過鄭立倫仍然提說 喚喉 遭國民黨警告了 媒體人曝說 國民黨有人 我們醞釀全代會要換主席 連主席都要換了 我們再看 南寧小雞曝國民黨明代的心態 換侯不會過 這個蠻有意思的 然後蕭敬妍說 柯文哲見過四十多位的南軍小雞 他說戒指要分化國民黨 所以我要把這個讓 蔡正元怎麼講 侯友宜是史上最弱的總統參選人 還是贊成要換 所以你們到底是換不換 沒有我想主席 已經再三強調說 我們絕對不會換侯 人家現在連主席都要換 你不換侯我就換主席 當然很多的黨員 或許有這樣的一個焦慮跟情緒 那我是覺得說 主席已經講過 第一個一定不會換侯 而且我說真的 當時不管是換柱 換完之後 還有當時的朱主席可以上陣 那你這次換侯之後換誰 換鍋不可能 如果換了鍋之後 鍋更弱怎麼辦 那還要換誰 沒人換了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鄭立倫文說可以換韓國瑜 當然我想 有人曾經提議說換滿久 當然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因為大家很緊張 覺得好像感覺侯友宜市長 目前民調看起來 確實還是需要急起直追 不會換就對了 不會換 絕對不會換 對主席已經再三強調不會換 而且他說這個都是別人的見縫插針 大家都不要去聽 現在不能再講民進黨見縫插針 那時候你們自己講的 我想他也講過說自己的黨員要謹言盛行大家一次槍口對外 不要一天到晚檢討自己嗎 我想民進黨之間又有派系問題 他們都不會拿臺書面講說 他我們跟他競爭很厲害 國民黨常常會檢討自己 所以主席也說 不要再這樣子講 不要讓不要長他人自己滅自己威風 現在大家就是想辦法如何團結一致 就是把侯友宜的民調把他撐上來 我想不管是未來有第四組的參選人也好 或是什麼 我覺得國民黨慢慢 因為尤其現在金小刀 已經就任這個競選辦公室的一個執行長 慢慢很多 不管在議題上 不管是在策略上 已經慢慢走回正常的軌道 我想慢慢很多可能過去 可能是覺得說郭台銘沒有被提名離開的 我覺得慢慢會回流 所以我就認為我們的民調 應該除了止跌還會再回升 不過韋傑講的我也贊成 國民黨自己不要鬧 哪有人主席已經講說絕對不會換了 偏偏你們的立委還一再講說會換 奇怪 這主席的威嚴 在哪裡 所以我們這次一直祭出黨紀 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子 竟然有人說乾脆換主席好了 這怎麼回事 彭孝大哥 在座當然我是最資深的國民黨員 所以說這樣子逃不掉 好 那我就講 這個你們一看 朱立倫很聰明 他在製造不在場證明 不在場證明 他從頭到尾說絕對不可能換 但是換不換是主席說了算嗎 難道 我們已經授權主席徵招了 當然是主席說的算 所以說你太年輕了 你沒有研究一下 國民黨的黨章是怎麼規定的 黨的最高的權力是什麼 黨代會嘛 對不對 權代會 對 那十幾號要開啊 七二三 對嘛 所以到時候 那個最高權力機關 有人提議 然後通過決議 說要換的話 朱立倫多麼無奈啊 而且有人提案的話 就算沒通過 侮辱性也極強 沒有 如果有人提案 通過 那就成案